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经纪录 经纪录 在那里面 咱们把他扫除了 尖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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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三次七 说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像 从无事以来 集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 为主所造的一切罪 以白色的气体形象 往外拍出三次七 这的话 左手做金刚签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戈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泥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戒 双速度坐金刚权压在大腿的戈 从两鼻孔当中同时出三次戈气 出三次戈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质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泥的方式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戒 开始念的修目法 还有元祈祖 你知乎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当我认可 你知识林匮 我认可 你知识他 一直以来 我认可 滚 君与 的心想你解决讨厌 你连创新来 .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灾剧的国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全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这一当中的增量可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吧 就是遣除争论 悲心因众苦 何苦呛吹神 若民众神苦 知苦运何证 那么这一个颂词当中呢 就是主要就是通过温大的方式来 就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怀疑 有些人呢就是这样这个问的 因为通过这个悲心啊 就是依靠这个悲心呢 就我们这个自相续当中呢 也带了一些痛苦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吗 所有的苦呢就是应该就是遣除 就像自己的痛苦一样的 那么对方的观点呢 就是认为如果这个所有的痛苦都遣除的话 呢恐怕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发了大臣不敌心的人呢 就是以他的这个大悲心的催 就是催动下巴 就看到这个众生的痛苦呢 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特别不快乐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 我们听到地狱恶贵的这种痛苦啊 甚至呢就是看见人间的一些这个状况 就是地狱活风啊以及这个导游生病啊 就是这些灾难就是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不快乐 就是悲心越来越增上的时候呢 好像那个这种痛苦呢 就是也是这个随着悲心而这个争夺 那这样的话对方说 你们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痛苦啊 就是全部该遣除吗 该遣除的话呢 依靠悲心而引发的这种痛苦呢 怎么会不遣呢 就是这个呢 应该这个遣除吧 但是呢 很多这个大乘佛教的论典当中的意义呢 并没有这么讲 就是蒙密的发大悲心 就是让一大悲心呢 就是这个奢侈 然后这种这个痛苦呢 就是应该好像值得这个解释 比如说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 看见这个众生痛苦的时候呢 就是流泪啊 就伤心啊 就是显现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很多一些这个修行大乘佛法比较好的人呢 看见这个别的众生真的这个受不了痛苦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有一种这个不快乐的这种感觉 那这样的话呢 这些痛苦呢 就是是不是统统的这个遣除啊 如果是这样呢 就是那这个依靠大悲心的这种这个痛苦啊 就是也不应该有的 就是这也是一种负担 一种压力 就是对方是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那么对方说的也是对的 就是是一种这个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是这个无有意义的这个痛苦呢 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一定要这个签署 所以我们这个约成人士在诸重人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这个 就是管他地狱中 当众苦 了知自苦及亲为 为短他苦而尽情 就是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如果灌到这个地狱 饿鬼旁生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呢 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所产生的痛苦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轻微啊 就非常的轻微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端除 就是别的这个痛苦呢 别就其他众生的痛苦呢 一定要这个尽情努力 就是说的非常清楚 尤其是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悲心呢 就是也算是一种 这个智慧啊 就是意思是智慧 那么他的本质呢 就是根本不设真正的这个痛苦 就是佛陀呢 《大涅槃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这个大慈大悲 为名为佛心 就大慈大悲名为佛心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表面上看到 好像那个大悲心呢 就是好像对我们这个心理 也确实是有种这个 引起了一种痛苦 但实际上呢 就是它是一种如来当的妙用 就是是一种 就是真正的 就是智慧的一种这个体现 就是并不是呢 就是它是这个 所色弃的一种 就是痛苦 对我们的好奇妙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好奇妙 谢谢大家 我希望有点好奇妙 我谢谢大家 我好奇远 谢谢大家 我没有太帅 电梯 跟来 对我们 还真正的 我们的好奇妙 你 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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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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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